嗨,大家好,我是Mini,今天是Monday Beauty Tips的不知道第幾集了 然後今天要分享的是換季與秋冬的保養 因為換季的時候皮脂容易失衡,就是很容易出油,要嘛就是缺水就是缺油 就是皮膚狀況比較不穩定,那今天要推薦三樣東西 一樣是安萍,就是安萍它是一個非常非常新鮮的保養品 它通常來的時候長相就是這樣,它是密封的包裝 打開它之後在短時間內把它使用完畢 因為它分子非常細非常新鮮,所以它可以讓你在清潔完肌膚使用它的時候 你的皮膚可以快速的補充水分 分子非常細,然後又非常新鮮,所以就非常好吸收 那接著是面膜,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很懶的人 可是像在這種換季的期間和秋冬的時候,我一定會使用面膜 因為我覺得面膜真的是最快補充水分的一種方法 像我覺得這兩個都是一個快速補充水分非常非常好的方法 而且可以讓你提升皮膚的穩定度 下一個我要分享的是,我最近讓我皮膚就是變得 我覺得穩定度提高非常多 然後又讓我皮膚看起來非常漂亮的一個保養步驟 就是保養油 我以前真的從來不會想到說,原來油也可以讓我的皮膚就是這麼漂亮 就是最近才真正體認到保養油的重要性 其實我們有時候臉上就是其實一直拼命的補充水分 可是沒有靠油脂去把它留住的話 其實你一直補充水分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就開始在我的乳霜之後 會增加保養油的步驟 就是睡前的時候輕輕的滴一兩滴 然後搓在手上讓它很熱熱的 然後敷在髮令紋 髮令紋這邊髮令紋 臉頰還有額頭的地方 最後最後把剩餘的油全部敷在脖子這邊 隔天你的皮膚真的會變得很漂亮 而且你真的是昨天的保養品啊 就真正的能留住在你的臉上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覺得之前我常常會覺得 我前一天晚上就是擦了很多保養品 而且乳霜也擦了想說就可以留住水分 可是我發現我的皮膚真的是天乾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的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皮膚好像就是沒有那麼保濕 就明明昨天弄很多東西 可是保養油呢 真的是可以讓我的皮膚的 就是昨天擦的每一份保養品 都感覺留在我的臉上 讓我皮膚變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而且尤其我最近其實有長痘痘 然後我有去寄它 就有留吧 差不多前兩天而已 前三天而已 可是我擦保養油才幾天的時間 它就是讓我的皮膚就是 復原速度變得非常快 它讓我的皮膚的暗沉啊 然後我的就是巴更容易代謝掉 就是很快的時候 我的皮膚上的痘疤就不見了 而且我的皮膚更不容易長痘痘 我覺得非常非常的神奇 這個保養油有讓我真的保持住我的水分 讓我的皮膚的油脂達到一個非常好的平衡 所以真的非常推薦大家去使用保養油 那我最近有使用的是 現在Sephora買東西的時候 用點數換來的這個保養油 我覺得它非常好用 它沒有什麼味道 分子 就是它的分子的細緻度 就是它擦起來不厚重 然後不黏膩 不厚重不黏膩 然後非常的舒服 分子非常的細小 然後非常喜歡 那第二個呢 是我最近好喜歡的 Dior的花蜜系列的保養油 它雖然真的很貴很貴 就是我偷用 我就是偷用媽媽的啦 我偷用我媽的花蜜保養油 可是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很喜歡它的分子 又比這瓶保養油再更細緻了 就是它的保養油非常非常快速 就能吸收到你的皮膚裡面 就是不會讓你覺得 在你的臉上有一層油 可是然後呢擦上去的時候啊 你的那個味道 是花蜜的 非常非常舒服 然後又一種安定心神的效果 我覺得在睡前擦的時候 會非常的舒服 如果我下次有錢 我覺得一定要立刻就是買 把花蜜系列的保養油 我真的覺得它非常好用 而且有一天早上我就是擦完乳上什麼都做了 我發現就是那什麼 妝前保養 跟妝前保養 跟保養油 保養油在我的臉上 就是更加的有用 它會讓我之後的粉底液 真的更加的貼膚 更加的就是融入在我的肌膚裡面 讓我的粉底 就根本是我的肌膚一樣 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薦大家保養油 如果大家跟我一樣是混合性偏乾 或是肌膚偏乾的人 真的使用看看 保養油 讓你保養品可以真正的每一分都 鎖在你的臉上 如果你們有知道 什麼保養油 什麼保養品非常好用的話 拜託在下面評論 分享給我 我會非常非常想知道 我們都是想要讓皮膚越來越好 對不對 好那希望你們會喜歡今天的分享 那我們下次見 掰